我觉得应该有更大的换 因为有些更加,不管用问责角度也好 或者真实实上做不到事也好 或者我觉得律政司这个位置就很多人会有问题的了 究竟应该怎么处理呢 就好像一间大酒店那样 只懂得煮甜品的一个厨师 但是要做完整间大酒店的所有餐饮都负责了 可能他根本不懂煮菜,不懂其他东西 因为律政司在政制上是很重要的 譬如今次22条怎样,不出来说话 很多事情之前怎样不出来说话 在刑事情况上是很重要的 但是似乎经验方面,能力方面又好像有问题 就好像来举讲仲裁 来举都是甜品,没有前菜,没有大菜 这方面真的要处理一下 高官问责制,一般市民的感觉就是向社会问责 但是我觉得这次换人就是向特首问责 不是向社会问责 主要为什么有这样的感觉呢 可能这几个换了的官员 即是离任那些 就配合不了特首的施政 方针或者甚至如何推行施政 所以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换了他们 如果看回这几个局的局长 过往这段时间是没有什么政策是有争议性的 如果没有争议性,尤其是相对有些局长就很低调 甚至乎有些不知道做过什么 所以现在是不是特区政府施政未来系的方针 要一些很强势或者肯执行力 或者配合特区政府要求的去做 我相信大方针特区政府不会变的 但是在一个执行力度那里 可能要加强要令到特首要求的东西 这些新的局长就会配合他的看法的做法